无私分享的爱 在巴西,有一只名叫艾玛的流浪狗 它从小便被遗弃在垃圾场里 因此它和垃圾场里的动物都变成了好朋友 艾玛,你找到吃的东西了吗? 还没呢,最近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你跟我来吧 我发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食物还不少 我带你去吧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艾玛,和我客气什么呢 我们是朋友嘛 过去你也帮了我很多次啊 来,快跟我来吧 艾玛,快来吃吧 我们在这里找到好多食物呢 艾玛来了 快让个位子给她 艾玛,你来我这里 这里有很多吃的 谢谢你们 艾玛,饿了吧 快吃吧 我们都已经吃过了 是啊,我们让黄猫去找你 没想到她这么久才找到你 我已经跑很快了 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只顾着自己吃 也没去我和艾玛多留点 嘿,别着急 我们给你和艾玛留了好多食物呢 后来,艾玛生了五只小狗 随着小狗一天天长大 它开始为孩子们觅食 但由于在垃圾场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 艾玛只好在晚上跑出去寻找食物 哎呀,艾玛的孩子已经能自己出来玩了 你看这五个小家伙 多可爱呀 是啊,艾玛可真了不起 一下子生出五个这么可爱的小宝贝来 以后我们这里可热闹了 唉,热闹有什么用啊 这五个孩子都要张嘴吃饭的 我们这里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 唉,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是啊,我们这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不过没关系 只要找到吃的 我们就会封给你们一份的 谢谢你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只能去外面找吃的了 只是外面太危险了 一旦离开了这里 就很容易会被人抓走 嗯,这也是个办法 只要晚上出去找吃的 别被那些想捕捉我们的人 发现就可以了 于是,每当夜幕降临 艾玛便会出去寻找食物 然后带回来给自己的孩子吃 也会分些给垃圾厂里的朋友们 你们乖乖在这里等着 妈妈去给你们找食物吃 嗨,我的朋友 你也过来吃点吧 不用了 你跑那么远为孩子们带回来的食物 我怎么能吃呢 况且我也不饿呀 你的肚子替你回答了 快过来吃吧 我今天找到不少的食物 一起吃吧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在巴西 有很多热爱动物的人士 帮助着像艾玛这样的流浪动物 而维尼就是其中一位 每当他遇到流浪的动物 就会提供食物给他们 维尼 你又准备了食物 要给那些流浪猫狗吃吗 是啊 那些猫狗实在太可怜了 他们被主人遗弃后 只能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 而且经常饿肚子 我没有太大的能力 只能尽自己所能 让他们吃顿饱饭 维尼 你真的很有爱心呢 其实世上所有的生命 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看那些流浪的猫狗 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充满爱的 你看他们 从来不会站为己有 都是和别的猫狗一起分享的 嗯 真的耶 而且猫和狗 竟然能和睦地一起吃饭呢 与维尼加相距六七公里远的垃圾厂里 艾玛和她的朋友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垃圾厂里能找到的食物 已经越来越少 而艾玛家的孩子们 吃得越来越多 唉 唉 艾玛 怎么了 是啊 这几天 看你整天愁眉苦脸的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们看 我这几个孩子 越长越大 东西也越吃越多 而我们这里的食物 却越来越少了 是啊 最近总是很难找到食物 可不是吗 昨天我到垃圾厂外面 转了好大一圈 都没找到吃的 你们这么有本事都找不到吃的 那我们鸡就更没办法了 我们不会被饿死吧 你别这么说 只要我们能找到一口吃的 也会分给你们一份的 唉 可是今天一整天 我们连一口吃的都没找到呢 大家别灰心 今天晚上我跑远一点 我想应该能找到食物的 对呀 到人类住的地方去找 那里一定有食物的 人类住的地方 离这里可是很远的 而且 万一遇到了捕杀流浪动物的人 要怎么办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有办法的 为了找到足够的食物 这天晚上 艾玛趁着夜色 跑了六七公里的路程 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地方 终于到了 艾玛非常幸运 她遇到了 她遇到了正在喂食流浪动物的维尼 维尼看到她后 立刻给了她一份食物 喂 那只狗狗 你也过来一起吃吧 你饿坏了吧 快吃吧 看来你真的饿坏了 吃吧 多吃点 我这里还有好多面包呢 当艾玛将食物吃完后 维尼又丢给了她一块面包 艾玛叼起这块面包后 转身离去 咦 怎么 没吃饱吗 我天天晚上都在这里哦 如果你没东西吃 可以来找我 看来她真的是饿坏了 还要为明天准备食物呢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 艾玛都会出现在维尼面前 而且每次都会叼走食物 这让维尼感到非常疑惑 她为什么每次都要带走食物呢 好奇的维尼决定尾随艾玛去 一探究竟 这里应该是她的家吧 原来她是将食物带回家呀 维尼跟着艾玛走进垃圾场后 不由得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呢 艾玛正把带回来的食物 分给垃圾场里的流浪动物们 有猫 有鸡 还有小狗 啊 原来是这样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这只流浪狗每天晚上走很远的路 为这里的动物觅食 这真是最无私 最纯净的爱啊 从那之后的每个晚上 维尼都会准备一份绑好的食物 让艾玛带回去给同伴们吃 这包食物是给你朋友的 我已经绑好了 这样你带回去的时候就不容易散掉了 透过维尼的帮忙 艾玛生效的那五只小狗都被人收养了 但艾玛仍是继续为其他动物带回食物 你朋友的食物我都准备好了 来 拿着吧 对了 你的孩子们都很好 他们的主人都非常喜欢他们 你放心好了 为了艾玛 维尼放弃了旅行 也不会在外面逗留太久 因为她知道 艾玛每天晚上都会去她那里 为同伴取食物 她是那样的依赖着我 这是我们对彼此的承诺 因为她每天都会来 来为自己的同伴带回食物啊